為了降低碳排跟空污改善 環保署補助民眾老舊車輛太舊喚新 更因為逐科加碼收購 最高可領到1.91萬 環保署舉行老舊車輛太患 每核簽約記者會 車主可以透過線上方式申請 6月開始也會有新收購方案與價格上限 今年的2月15號 西洋邊天已經把空污之後 我們已經把靜零排碳 這個2.5 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加入的法律裡面 透過這樣的一個法律執行 我們行政院這邊也提出了 2050靜零排碳的12項關鍵戰略 我們都知道運輸工具 在溫室氣體排放裡面 佔全國的總排放量達到13% 所以在12項靜零的策略裡面 讓運氣電動化 運碳化 是一個非常重要關鍵的戰略 我們都知道民眾在使用交通工具的時候 如果能夠選擇低碳 甚至無碳的工具 其實對環境是有改善 是有幫助的 不碳可以讓碳的排放減少 也可以達到空污減量的一個效果 它是有雙重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除了氣候變遷的策略處 蔡主長也在現場 我們空保處的蔡主長也在現場 就是要告訴我們全國的民眾 如果你在慎選這個交通工具的時候 其實你在生活上面也可以做到一個環保 保護地球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環保署這邊特別也建立了一個媒合品牌 從去年的5月開始 我們對於民眾如果太患這個勞舊機車 改用電動機車 也有適當的補助 從去年到去年底 我們發現這個數字大概有2萬4千台 也就是說有2萬4千的車主跟我們有需求 比換額度的開發單位 有這樣的一個媒合 所以工跟需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需求 得到了全國民眾的一個認可 所以環保署特別能夠擴大這樣的一個辦理 希望讓全車種不只是機車 我們連汽車像這個小客車 或者是這個大客車 貨車等等 只要你10年以上的車輪能夠太舊 能夠選用電動或者是無碳的這樣的一個交通工具 我們都給予獎勵 這個部分也特別需要這個 因為環品的需求的開發單位 你有批判量需求的 都可以提出計畫來跟環保署申請 那組合管理局在整個一個營運連區的開發部分 你在規劃的部分的話 除了考量到延續廠商的事業的一個需求外 我們也針對整個一個地方還有區域的平衡 我們兼顧整個環境永續還有一些環境生態部分 來做一些相關的規劃 那最近我們其實在推動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除了在我們的一個總面管制以外 還有做一些空氣軟的一個相關的地方部分的話 除了管理局也在積極輔導園區廠商 針對整個一個環境減量部分 把整個溫室氣體的一個相關的一個作為 還有一個空氣品質的一個頂範 跟空氣熱物廠房的頂範部分的話 這些措施都整個拉到整個一個源頭來做一個管理 那其實在後續包括我們針對園區部分的話 針對水還有水氣部分的話 我們也只在加強推動整個的戰業的部分 那針對節能節電部分 還有一些預進食部分的話 我們的溫通在積極 那組合管理局在這邊 非常感謝環境廠房署 有應用到整個一個未來的開發行為部分 針對空氣軟還有一些溫室的理化部份的話 來協助我們在環境廠房署的 廢車回收的一站空裡面 針對把那個廢車的一個回收部分 還有開關的一個收購 或是把那進去這個平台 那組合管理局在去年的部分 證實機 推動輸入 支援溫氏器的平台 我們有以一台車是 1,500 塊來收購 一些相關的老舊的機車 來開放電動車的部分 今年部分我們加入一些 包括一些大客車和長客車的部分 包括大客車跟大貨車部分換為電動車 還有一些大客車跟大貨車部分 資為六騎才有的一個部分 來減量的解換部分 那組合管理局會做這個部分嗎 除了是因爲我們一些園區的擴建 還有一些開發新的案子以外 我們要做一些相關的一個提款 包括空氣品的提款 一些空路的提款量 還有一些溫氏器的提款量 這個部分 我們都是需要來買這些東西 那買了以後 以後都是當作我們 或者開發的行為的提款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部分的話 我相信這個加購的部分 也可以推動民眾 能夠積極來有一些經濟誘因 然後來達到整個一個空氣品的改善 還有一些溫氏器的一個減量的一個目的 那也可以達到一個山影的一個方向 那這位管理局在這個活動部分的話 我們是走廣在跟他自己來參與 進行排放 是目前台灣以及國際上的一個政策 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 那我們楊建長知道說環保署 他們推動了 減碳平鎮的交易平台之後 其實對這個政策非常的重視 那也只是我們和新竹縣政府環保局 一起編列預算 來加入這個政策 那希望說 我們新竹縣環保局加入這個之後 也讓我們縣內 有些減碳需求的一些事業 能夠來共同加入 那能夠加入 那希望就是說這個事業的加入之後 讓整個民眾有些台灣的一些憑證 能夠買給事業 讓政府事業還有民眾能夠共創山影 透過媒和平台 希望能夠讓台灣的環境加速 邁向2050淨領排放的目標 主科及竹縣有編列預算來收購 達到收購數量之後 將不再加碼 想要換車的民眾要趁早申請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